欧耶大师 说得对两句话 佛号投于乱心 乱心不得不负 我现在心很乱 忘念很多 没办法 怎样恢复清净平等呢 就用念佛的方法 有人说 我不念好像没事 越念越乱了 这你不要害怕 为什么越念越乱 念 发现你的念头 咋念头 发现了 妄想头 不念你没发现 不是念就有 不念就没有 念才发现 发现不要害怕 继续念下去 时间念久了 这个咋念忘念 自然就少了 这就是 你念佛的功夫 慢慢就成就了 你要害怕 不敢念错了 那你就真错了 一错到底 杂念忘念 是搞什么 是搞六道轮回的 一句佛的念头 是往生极乐世界的 现在摆在你面前 由你自己选择 果然能 二六十中 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你到极乐世界去了 如果二六十中 还是有这么多的杂念 还是有这么多妄想 你就要知道 你决定在六道轮回 你出不去 现在问题 坐在面前 都有自己选择 我自己是选择 继续搞轮回 还是选择 赶快到极乐世界 真正到极乐世界 什么都不要想 我们的整个身心 付托给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替我做主 我什么时候该去 佛在我面前一现身 我就知道 我的时间到了 该走了 在这个世界 没有丝毫留念 说走就走了 由于丝毫留念 佛不来接引 为什么呢 你还有牵挂 你还有累赘 有这些东西 这叫业力 佛没有办法带你走 经教里的佛说得很清楚 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这是这样的 力量相等 我们的心 要跟佛 激活 就出去了 我们要跟众生 激活 就去不了了 心 佛 众生 你跟哪个结合 一定要跟佛 不能跟其他的 所以身心世界 统统放下 真正知道 整个宇宙是假的 不是真的 金刚经说得非常好 凡所有相 皆是学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淫 这些没有别的 都是劝我们放下 这一切放下了 这句佛号就定了 功夫就得了 这决定得神 欧益大师 这个话说得好 佛号土与乱心 乱心不得不复 心 即是福 六根 自然 习结 是福 我们要相信 进宗的理论 就是观经上讲的八个字 是心 是福 这是你本来是福 现在念佛 是心做福 我本来是福 现在我要做福 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这个我们带来了 云满的自信性 那 顾云 而目 口鼻 皆当 自断 自断 这 一身 佛号 六根 自然 断正 别想 怎么个 断正法 一句佛号 自然 断正 自然 身 心 晋结 与善 相应 善呢 善就是 是心 是福 这是真善 本善 念佛的心 与本善 相应 真善 断一切我 修一切善 全在 这一句佛号 里头 没有家常 没有忘年 没有怀疑 圆满的相应 我 我 这一句佛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